这什么呀 别动 同学们 保安处 需要处理一点事情 大家配合一下 但我同学们几分钟时间啊 刚才有个同学 在操场的墙上 用保安处 用喷漆乱喷乱画 我看见他跑进咱们的 你怎么一回来就窗户 别来 这种是窗户 说得很难 没有 不 你没有 你在家休养几天 这学校可算是风平浪静了 你这一回来 就搞得乌烟瘴气啊 还有你呀沈迪 你可是学校和老师的 重点培养对象 怎么能包庇同学做坏事呢 他没包庇我 是我喷的 看来你们俩之前的小矛盾 已经彻底解除了 他没包庇我 是我喷的 同学之间互相友爱 互相帮助 当然好 但也要分情况 沈迪 以后再不能跟着宋洛胡闹 我知道了老师 宋洛呀 你这都多少次了 一点长进都没有 还不赶快把你哥叫来 您这三天两头老叫他干吗呀 我错了还不行吗 其实我就是想给同学们营造一个比较轻松的氛围 毕竟是学校嘛 死气沉沉的多么意思 别跟我胡搅蛮缠啊 那我写检查总可以了吧 八百字 一千 检查肯定是要写 那操场的围墙呢 被你画得乱七八糟的 让你哥过来处理 我真没空 你不打是吧 你不打我打 我自己打 一下 别说了 你呢 你不打了 千 frank 你不打啊 那天才是要写的 你不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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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这刚满血复活 你就开始出来惹祸 害得我跟你老师求了半天的情 咱俩有这么熟吗 熟啊 咱们是过命的交情 什么时候过命了 你救过我呀 算你还有点良心 今天的事你别跟我哥说 开我心情吧 初芳 你别来劲啊 怎么跟救命有人说话的 我 还敢在学校里出呀 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啊 我这不是也没别的地方可以去吗 你这不是认识我了吗 下次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真的啊 那必须的